欢迎收看清点话题 我是徐清华为您清点最热话题 美国总统拜登要在12月9号10号的时候 主持民主峰会的视讯会议 台湾方面将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他要发表一份国家声明 那这个国家声明当然备受瞩目 但有趣的是对于这个民主峰会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对美国质疑了四个问题 甚至质疑说你美国怎么会有资格 召开民主会议呢 然后中国还发表了自己的 中国民主白皮书 但让人家听了真的是很摇头 如果中国真的很民主的话 彭博社驻北京分社的中国籍的雇员 叫做范若伊 他会被消失一年 还不知道去向吗 而在这个时间点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对于台湾有势 这四个字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什么延伸呢 他告诉你 台湾有势不是只有指军事上 连中国对台湾进行的网络攻击 以及网络上面的影响 这也叫做台湾有势 那他对后续日本跟台湾的政策 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在产业政策方面 我们看到Intel动作频频 什么意思呢 对于台积电现在的领先的态势呢 台积电的对手Intel跟三星两个都很紧张啊 所以你看到Intel在钱跟人上面都做了大动作 甚至台积电的前研发处长杨光磊都被Intel给挖走了 在三星方面 三星动作更大啊 三星的少主李在荣 你知道他的表弟竟然在自己的IG上面 发了几个字叫做 我讨厌共产党 三星耶 南韩的财团老板会告诉你 我讨厌共产党 还公开在IG上面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稍后来宾都会为各位解析 首先介绍来宾国际法学专家宋陈恩 亲王好 大家好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亲王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张真威 亲王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家周伟航 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请教陈恩 美国现在动作真的是有够大 你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出来告诉你说 我们会阻止中国武统台湾 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也进一步的表示说 对 我们会采用所有的方式 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 所以陈我想请教一件事 他们话当然是讲的 让台湾人听起来 这个话讲的真的是一百分 但是问题是 美国在实际支持台湾的动作上面 真的也做到一百分吗 会不会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只有说说而已呢 美国其实一直在 印太地区有部署军力 他的部署其实是方方面面 除了他自己的军力以外 还有美日的同盟的强化 还有美国跟澳大利亚 跟英国的这个军事同盟 还有转移这个盒子的 这个战舰科技等等 我们从军事实际上部署来看 美国就是舰级旅集 说到做到 每一次台海有事 他立刻都会有相应的 相应的回应 像最近就是两年前的三月 在这个共机有跨越海峡中线的情形 立刻他就是派一个运输机 从这个海峡中线就这样飞过去 那不要说1996年的飞弹危机了 不但是一个航母 还是两个航母打击群 就是巡逸台湾海峡 现在呢 巡逸台湾海峡的过去 不但是美国 还有英国跟其他国家的舰队 然后是每个月一次常态的过去 其实他军事上一直都在 只是大家呢 我们平常没有特别去报导而已 那话说的是非常重 话说的非常重 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 把话讲清楚 把话先说在前面 就是台湾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不要有误判 所以呢 其实就是说呢 警告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嚇阻的意味很浓厚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战略是越来越清晰的 不要有误判 第二个是呢 其实呢 最近有一些开始小以大意的情形 小以大意 跟中国说 你如果攻打台湾呢 是对你自己没好处的 因为会有无法预测灾难性的后果 意思就是说 你打不赢的啦 你打不过我们 你也攻不下台湾的 那攻不下的时候 你自己的国内 可能就会失去中共的政权 所以呢 警告他代价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误判 也不要玩火 第三个呢 其实是联盟的意味 所以不但是美国出来说 安倍出来说 澳大利亚出来说 每一个国家都出来说 包括欧洲的国家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呢 现在这件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呢 不再是你一件事情 我们特别要提供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最近讲的事情 他讲的话有一些不一样 他说呢美国会从外交的手段 去做嚇阻 然后他同时是对俄罗斯说的 也是同时对于这个 中国说的 对俄罗斯说 你不要想要打乌克兰 他说呢 2014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会做 意思就是讲话很有这个余韵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很担心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的话 中共会不会同时侵犯台湾 中共现在是面对四个火药库号 中日之间的问题 然后跟台湾之间的问题 跟南海的问题 跟印度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呢 他的头痛 他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就是他如果一旦侵入台湾 他自己的周边的情况 可能会掌握不住 那当然欧洲的情形 跟中国情形也会有联动 是没有错 但是美国同时有顾到 他是说呢 2014年你们这个 鼓动克里米亚脱离 然后呢去造成继承事实 我们当时没有做 我们反应太慢 现在我们准备做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那对中国怎么讲呢 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们会尽一切的行动 然后呢去确保 中国大陆 不会来攻打台湾 而且呢 你所说的情形 就是中国攻台 我会never happen 绝不会发生 我们会尽一切的能力 去确保 绝不会发生 并且说他已经努力了八个月 所以话是说的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做 没有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他制裁太慢 而且他没有军事介入 他没有军事介入 北约也没有军事的回应 在乌克兰这件事上 克里米亚 透过这个假公投 透过这个亲俄人士的 这个内部的这个渗透 跟回应 其实台湾现在也正在发生 他没有一个军事上面 合一的决定 太慢 而且他军事 经济的制裁在后面 可是呢 都不到位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说现在 我们已经早就注意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会慢 而且现在我们会有 2014年所没有的行动 所以你讲的就是军事上的行动 这是美国表达的事实 我会快速行动 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到美国踩到中国的痛处 但日本的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讲话 也非常有意思 他讲的是说 因为你知道 日本的美日安保条约里面 他要定义什么叫日本有势 他在定义日本有势的时候 他讲说台湾有势 等同于日本有势 也等同于美日同盟有势 所以他把台湾有势的定义扩大了 换言之 他扩大了之后 等于说台湾出事的话 日本的军事是可以介入的 但是 安倍现在再更进一步扩大解释 他说台湾有势的状况 已经从军事上 扩大到了 连网路攻击台湾 用网军进攻台湾 这个也算是叫台湾有势 所以庭辉 现在安倍的意识 传达出来日本怎么样的一种意志呢 对 安倍所要传达的意志非常清楚 它是一个战略清晰的概念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 过往来讲 日本常常有一件事情 他说要启动美日安保条约 基本上是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 就是周边有势 但是以往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叫做周边有势的时候 很隐晦的说 那就是台湾嘛 但是这一次的确12月1号的时候 安倍在接受所谓的视讯的会议当中 就很明白地提出一点 所谓的周边有势的概念 其实就是台湾有势 所以他把台湾有势跟日本有势 把它做了连结之后 再把日本有势跟美日安保条约体系 做一个完整的连结 而这一次呢 新闻媒体再次地追问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这个所谓的台湾有势 是不是只有纯粹武力攻击而已 他说不是 还有包含像网路攻击的 或者是说 因为中国的一些运用 一些第五纵队也好 或是有一些 这个私下的一些影响力 造成台湾内部的动乱 这个其实都算是台湾有势的概念 所以如果台湾有势的话 它就会形成是日本有势 而跟日本之间是有关系的 就会启动到美日安保条约 但是我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点 安倍讲的这些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我们知道说 岸田文雄上台之后 他本来在第十任的首相任期当中 原则上还是沿用茂木敏充 跟岸信夫作为外长跟国防部长 这没有问题 这是安倍的人马 但是因为国会选举完之后 你知道岸田他做了一件事情 把林方正摆到了外长的位置 而大家知道说林方正本来跟 安倍之间的这种所谓的选区的 这个所谓的竞争关系 未来就会凸显出来 而这个所谓的林方正本身就是洪池会 洪池会就是所谓的岸田文雄 他们这个在自民党里面的派系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接下来呢 这个岸田文雄也可能把什么 小野四五点 这个也是洪池会的这个第三号人马呢 把它摆到防卫长的 就是所谓的接替可能岸信夫的这个位置 当国防部长就对了 对 这让什么 这让整个自民党内部来讲的话 对岸田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 是不是想要脱离所谓的安倍的路线 是不是想要脱离所谓的安倍反中抗中的路线 这个产生一个疑虑 所以你看到在自民党内部有发生一堆 这些日子以来 其实大家都比较关注国内的新闻 没有关注到日本政界的一个问题 它内部来讲有大量的辩论 包含他内部的这个所谓的 自民党的外交部的这个所谓的会长呢 就是说就是佐藤正久呢 他就跳出来说 因为11月18号呢 王毅曾经邀访这个林芳正呢 说要到中国去访问 那这时候呢 这个党内就讲了啊 讲说如果你只是要去喝酒 只要去跟人家谈事情 喝酒的话 那就算了 就不用去了 如果你是去谈香港问题 谈新疆人权问题的话 你去才有它的意义存在 所以现在为什么 因为林芳正都一直被认为 是一个亲中的一个人物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可能 岸田文雄会在所谓的政策上 做一个大回转 做一个转变 当然结构因素 美中之间的关系 会制约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者 但问题是说 岸田他的这样的一个 摆这些人事的一个做法 可能就降低了 有可能日本跟中国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防卫上的一个冲突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 当安倍讲出这些话出来之后 这个整个日本政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因为等于说感觉是 安倍又回来的意思 那因为知道 两次的安倍都是因为身体 健康因素而下来 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说 安倍在未来 有可能第三次再上台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说 安倍这样的路线 为什么他敢出来讲 因为在自民党内部的最大派系 就是戏田 戏田派 因为戏田博之 现在参任众议院的议长之后 直接变成安倍派 现在变成安倍担任这个 戏田派的一个首长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派系就叫做安倍派 那安倍派是占了90多席以上 也就是说他目前来讲的话 话筑也给你党了 在自民党内部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有实力 直接可以跟岸田的这种 所谓的政策来做批底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 安倍这次是刻意的 对外公开 讲出了他们心里所讲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目的在制约 不只是讲给中国听 讲给台湾听而已 目的也在讲给他内部的 岸田内阁听 说告诉你说我今天即便你用了 这些比较亲中的一些人士来讲的话 但是也不要认为说 自民党或者所谓岸田政府的 一个所谓的政策方向 会转而成为一个亲中的一个政权 这是其实安倍最大的用意 中国这几天网路上 一直在讨论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就是2019年 中国爆发的上海小红楼案 什么叫上海小红楼案呢 这个案件就是当时上海 有一处信贿落的基地 它的首脑叫做赵富强 这个赵富强本来是一个裁缝 但他到了上海之后 从2000年开始控制了 至少20名以上的女性 他强迫这些女性成为性奴 强迫这些女性去做性交易 而服务的后面 有中国的政府官员 有中国的大商人 结果这个赵富强你知道多夸张吗 他这样从2000年一直到2018 2019的时候才因为他的恶行受到审判 但更夸张的是 2013年上海推出的法律节目 叫做平安上海 这个法律教育节目 后面的大股东 也是这一位赵富强 所以这样的状况 让大家觉得说 中国式的民主 怎么会产生像赵富强这样的事件 他所建造的上海小红楼 又是怎么样变成囚禁女生的炼狱呢 伟航 好的 这个事情 其实有点时间 重点还蛮多的 第一个是这一位赵某 赵富强他最 也不能讲最后 因为事情还没有完 但他现在是死刑 缓执行两年 原则上次逃死了 就是关在那一边 等候中共中央有进一步的发落 好 这件事情是2020年判出来 2019年抓起来 2020年判出来算是蛮快的 但是判出来之后引起一阵讨论 就消风了 6亿多条讨论 直接在网路上消失 但最近又跑出来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最近又跑出来 大家又可以谈了 好 当然你会说 这是因为之前曾审的法官 现在被抓出来 其实也涉案也有问题 所以有人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案子 重新拿出来审视 可是在中共网路上 一般你被言论审查 挡掉消失的东西 应该就是消失 那这个案子本身到底是什么事 赵富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大家现在是怀疑 会不会还有藏在背后的人 相关的人没有冒出来 我们先来看这一位赵某 他有一个关系图 其实看到这个关系图 你会乍看之下 有点搞不清 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 这位是赵某 底下提到了几位女性 首先是蒋某 是她的情人 林某是她的前妻 组织卖淫 然后持有刚刚亲皇讲的 平安上海节目 背后制作公司过半的股份 显然是赵某的人头 讲白一点都是她派去的 好 再来这边又有一位中某 又是前妻 这边又有一位雷某 也是前妻 所以她的这个色情帝国 是怎么样组成的呢 原则上2000年的时候 她一开始只是一个小裁缝 后来开了个理髮店 开始去接受一些农村 来打工的女性 然后接下来就把她们抓来 威胁利诱 那用各种方式逼迫她们 作为自己的性奴隶 甚至也去帮忙出去卖淫 而且她卖淫的价格很低 一次150块人民币 她是透过理髮店掩护的 好 经过了某个时间 她突然取得了政府的资源 可以帮政府的这些房地产 去进行所谓包租贷管的这种服务 而且她一做就是1000个单位 她从裁缝 礼法厅 然后到最后 让她的妻子去做性交易 然后再去大量招揽农村来的女生 然后在上海做性交易 后来又再去做房地产 是 这个就跳得有点大 那后来大家都发现 她在2014 2005的时候 去弄了一栋过往的旅馆大楼 把其中改建成为招待所 这些她所弄进来 变进来威胁利诱的女性 全部就被她关在那栋小红楼里面 这个后来被称为小红楼 她的独特的这个招待所 所以小红楼这个词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的 那虽然外面有一点红红的 但是大家就称她为小红楼 就是外墙 好有女性曾经逃出来 去报警了 又被抓回来 就是她又被这个 赵某给抓回来 代表她的警方有内线 拜托 她都已经可以去做一个 上海的治安节目了 但还跟上海的治安单局有关系 也就是说后来本案爆发以后 她才赫兰发现 13名上海的官员 曾经在这个小红楼 接受她的性招待 那当然这个赵某后来被判死刑 缓执行 这13名官员也被判得重罪 但更奇怪的是 这绝大多数的受害女性 其实这个冤屈并没有被平反 他们也被判有罪 他们被判重犯或是共犯 一样都是十几到二十年的重刑 好那这件事情 本来以为就要下去 但最近又浮出来 会不会跟中共中央的政治斗争 有那么一点关联呢 因为就各种角度来看 光凭在上海13个人 哪有办法去搞出 上千个店面的生意呢 这个比例上也说 说起来也是不太对应 所以这件事情 现在还在往上持续发酵 它是否往上升 或是往下沉 或许跟中共 接下来进一步的党内斗争有关 这个案子之所以 让人家觉得 他非常吊诡的地方是 2017 2018 都有人去举报这个赵富强 强迫人家去做性交易 然后在上海做性交易生意的问题 结果做上海性交易生意 你去举报他 结果这个举报人呢 还被警方给赶回去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想请教一下廷辉 因为这个案子坦白说 2020跟2021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判完了 可是当时在新闻上 没有烧这么大 为什么会在这几天 突然一下 在中国的网络社群就烧起来了 对你知道在2020年初 就是说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开始 这件事情就已经做个了解 但是其实所谓的卖淫 所谓的卖春这件事情 在中国各个省其实无奇不有 每个省都有 那事实上的话 在上海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一点是因为 它跟平安上海扯上关系 而平安上海这个节目 又跟所谓的法治教育是有关系的 法治教育又跟政府背后支持 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背后来讲 有韩正的影子在里面 为什么说韩正影子在里面 因为你知道 韩正就是现在中国的副总理 是 因为去年来讲的话 这个韩正已经就是说 在19大的这个 2017年这一次上位的时候 其实本来没有韩正的位置 但是后来不晓得 为什么的情况之下 在内部的协调之下 就韩正变了七个常委当中的 最后一名 所以等于是最后一个 进到政治局的常委当中 担任国家副总理 那问题是说韩正其实之前发生过 上海外滩才死人的事件 他其实不该进到常委去的 然后之后就有人开始斗争了 因为认为说他根本就是江泽民的人马 而在最近来讲的话 包含这个税负的问题 韩正为了房产税杠上习近平 而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有可能韩正 会被排除在外 不可能在接下来在20大的时候 继续序认常委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一次又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么敏感的时间点上 也就是在20大之前 又爆发了韩正背后在支持的 在一个法治节目 而当中又有这一个犯罪行为者 他本身的股权在里面的 在那个节目 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本来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单纯的卖移事件 一个卖春事件的 一个非法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但是背后的所隐藏到的 可能就是直接直搭道的 韩正这个系统 而到了韩正系统之后 包含韩正的相关人马 可能在20大之前 可能很多人会落马 广告后来告诉你 现在台积的两大对手 Intel跟三星的动作 最妙的是三星少主李在荣的表弟 竟然会在IG上讲说 我讨厌共产党 现在的产业竞争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两大对手 Intel跟三星 为了要跟台积电抗衡 所以他们两家动作不断 但Intel除了CEO 季辛格杠上台积电之外 他在钱跟人 两大块都出招了 他在钱的部分 他要推旗下的自动驾驶部门 叫做Mobile Eye 要让他上市 预计他的估值会达到500亿美金 那在人的部分 他竟然挖的是前台积电的大将 后来跑到中心半导体 然后从中心半导体 前阵子也离开了 叫做阳光磊 所以曾威 现在Intel的动作到底是什么 他们考量的是什么 会成功吗 这样看初步看 既然张中某董事长 我觉得他讲的话就很经典了 这季辛格 他已经好一段时间动作频频 可见你知道他心里有多焦虑 这段时间我们一定天天都知道 都几乎天天见报 听到他在那边担心 他就讲说共机老台 台湾不安全 地缘政治的边边 所以最主要他筹钱 因为他争取不到美国政府这么多的钱 因为他到处要去欧盟要去哪里 到处花钱改金元厂 他缺钱 所以你看 我对Intel这位CEO的印象也是这样 跟白宫去要钱 然后跟欧盟也要钱 但你总是要做点实质的动作出来吧 他自己实质动作最近真的是有了 不只是喷口水 他告诉人的方法 我并不是没有做 我就是把他自己里面有个压箱宝 那叫做Mobileye 准备要把他IPO上市 就像刚刚清皇提到 上市估值500亿美元 为什么这家公司的重要性在哪里 可以价值500亿美金 这一次真的是压箱宝 虽然不是来自于他去搜集出来的 各位观众 那坦白讲 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个电动车 我们都已经知道 现在LV3要往LV4发展等等 那目前已经确定 无人车的这个LV3 有可能马上就要执行 你知道为什么有机会吗 因为LV2已经有人把技术 通通把你打底好了 来自于就是这个神秘的 以色列当时他创造出来的Mobileye 所以这家公司的协同是从以色列 是从以色列 而且我跟你讲 他是以色列国宝级的 以色列你知道 目前为止全世界 去单一买掉 这个以色列的公司 单一一笔案子 最大的就是Mobileye 当年Mobileye被买掉的时候 大概是花153亿美元 大概是折合台币4700多亿 几乎可以盖一座核电厂了 所以基本上是用 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去买 而且目前为止 以色列从来没有这么一个 单一个公司被人家买掉 而且各位观众 他原本是上市的 他原本是上市 结果呢 这个因为被那个intel病掉 所以他下市 结果你看 为何这个时候急得上市 因为没钱 因为需要有表态 所以来 我们看一点点简单Mobileye 他有一些几个特殊之处 你看Mobileye 他是在1999年 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成立 而且他主要是 主攻是什么 其实是镜头 他用视觉化去sensor 当你的那个车子 现在有很多 那个汽车自动驾驶 辅助系统的原因在于 你为什么碰到一些车子的时候 你会主动 动起来 你不会去撞到别的车子 就是因为来自于他的Mobileye 原始的这个研发 他当时他研发出来说 就已经确定是 目前为止 上次我们讲六个level 最主要就是level2 已经是这个等级 那我们看 他1999年研发出来之后 他最主要是 他很特别 他用的这个光达元件 也就是现在 Tesla 他很需要用到的光达元件 虽然他成本稍微比较高 那他2004年时候 他就推出一个系统单晶片 他就已经开始可以独立上市 而且可以去做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2007年那一年 他就已经获得高盛 给他投资1.3亿美金 果然是一个经济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母独角兽 那上 他后来 他真的就在2014年 其实他早就上市过 他要不是被你Intel 当时觉得我 并购 对 他为了Intel 他未来他就要发展这种 自动驾驶无人车技术 所以他就花了巨资 把他买下来 现在你看季辛格 又把他压箱宝拿出来 要让他重新上市 无钱 你知道今年 他这个消息 你知道 其实不只是这个讯息来的重要 你看连对于他这个Intel 跌得咪咪咪咪的股价 今年几乎不上买 结果他的市值还被人家挥打 全部通通都一一赶上 连AMD全部都赶过他 那今年股价不上买 新皇你知道今年不是 今天早上不是费半 已经大涨了将近5%吗 对 你知道今年费半将近 涨多少 40% 整个费半 整个 那结果他的这个Intel 几乎没有涨 所以今天他也涨了 终于轮到他涨了 因为这个Mobileye 他要开始准备上市 所以他这个收盘之后 他有大涨8.5% 所以他的股价就这么来 所以我说实在 他这方面 他为什么急着要钱 因为他说实在 一方面挖挖脚 这个金昏 说美国政府 你怎么一天到晚 补出这么多 我进来 我要去欧洲盖厂 这个4奈米 我现在欧盟4奈米 我都已经放话 放消息出去了 我现在中级 需要200亿美金 申请不到 美国的政府可能 跨尿没点 觉得他好歹 我也是吗 以前我的摩尔定律 我发研发出来的 我是Intel好吗 可是现在这Intel 这三个字端出来 没有人理他 所以中级中价没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用Mobile Eye 但我们补充一点点 这个你觉得Mobile Eye 感觉他已经是Level 2 我们现在都要Level 3 马上就要推出 Odi还讲 他Level 3马上要推出了 他用的就是Mobile Eye的技术 那有个特点 他凭什么 这为什么这个经济 真的鸡大趟这么的厉害 有个点 当时他推出Mobile Eye 当推出的时候 Intel把它看中 因为很重要 他有强大的资料库 他当时用的镜头 主要普遍 他放到这个世界上 各个名牌车 所有的高档车 你只要认识的 所有在目前全地球上面 地表上面 能够见过的百万几以上的车子 全部都有用过 都用了 那你知道他用的时候 他帮他装镜头12颗 在专门做Sensor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就一点一滴 收集了全世界全球 所有一线重要的精品车厂 他所有需要的 因为通通都有采购 所以他的使用经验 跟使用资料 就被他收到 他的数据资料 他的data 然后这就是他 反而是最珍贵是这个 因为他有了这个data之后 他晓得所有全球的车款 他要碰到这个撞击 他要弄到最 那个光感元件 也就是光达跟感测器的时候 他要用到什么样都度 他有最大的一个data 目前全球直到现在 已经有两千一百万台 相当于丰田 一年左右的出车量 已经都采用了他Mobile Eye 所以他不是一个梦 他是一个已经现实 已经可以做 而且现在已经在路上 两千一百万辆的车子在跑 所以我只能说 他端出了 的确是超级 所以他的这一只小金机 拥有的大数据资料库 对于Intel来讲 他上市之后 对于他筹钱来说 非常有帮助 但人呢 他去挖台积电的前大将 阳光磊 阳光磊后来到中心去了 他挖这样的阳光磊 这样的大将来 有用吗 Intel 他如果这个急着中级 所以他选择 他的金金母 在这个市场上上市 希望能够多从资本上捞钱 可是人的部分 我倒觉得 这基金格 应该好好做一点点调查 这个阳光磊 他的出身 其实是四大半导体 他当年 其实最主要 他是跟张汝金 大家还知道 这么一号人物吗 中芯国际半导体 当时创办的人 去帮他做CEO执行长的 第一号第一代的人物叫张汝金 很多人都觉得 所谓台湾的科技叛奖 第一头号科技叛奖 就是张汝金 因为原因在于 当年四大半导体 被这个台积电病掉了 所以过程当中 张汝金心中就有很多的不满 你知道吗 这个同样是 这个文人相亲 这个科技人也相亲 他当时当然想 凭什么我的公司被你病掉 凭什么张忠谋 你要这个管我张汝金 没懂 就他去了中心半导体 没多久 大概就过几年了 之后他就有 这个找了这个杨光磊 杨光磊 其实因为他来自于 四大半导体 所以他刚开始被病的时候 坦白讲 他并不是备受重用的 坦白讲 因为他来自于 四大半导体 可是你要觉得 难道我四大半导体的人出身 我就不能被重用吗 错了 你知道刘德英 也是四大半导体出身的 曾经早期的时候经历过 所以不会是如此 要看你自己在台积电 你究竟有什么样子的研发表现 你每年有表达出来 你的论文paper 到底有没有获得国际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认证 这你要拿出你的真本领 结果呢 杨光磊的情况 因为一来 他本来就是被观察名单当中 第二件事情 他跟张汝京走得非常的近 包括当时 我听说包括这个传一部分讯息的一个女性经理 这个事情就传过水 我可能就不多讲 女性经理 他据说他拿了台积电的不少的资料 去到中芯国际半导体的那位 据说他们也过从甚密 所以后来干脆就也不演了 戏不要演了 直接也就去了中芯国际 可是多少年之后 但这还是实要见真章 我们那时候看 他早期不是应该台积电的研发处长吗 你照理来说 你应该研发处长 你要在这方面很精深 其实这个领域很多 你知道他当年负责的主要是什么吗 因为他最主要是 因为他是被观察名单当中 他到台积电的时候 他被降级 其实他在世大半导体的时候 他原本是有研发处长 但是一过来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是被并购的 所以他稍稍被降级了一下 变成了一个经理 那可能每个人心里就有不同的滋味了 那他就在那边挖了一段时间 那台积电也因为在观察期 所以当时最关键的是 台积电的点13 维米的同志成 大家都非常轰动 这个台积电非常的 最主要是梁梦松的一个 主要的攻击 他在当时点13 直接跃到65过程当中 有个lag 那个lag其实非常的重要 这个台积电跃了一大步 但是这里面 就是没有阳光磊的参与 结论是什么 也就是说因为他是观察名单 因为他跟张汝京过同生命 因为他来自于世大半导体 所以他而且又没有交出一个非常好的研发的一个政绩 所以他目前为止 他是直接接触的部分 并没有直接接触到研发事件的本身 那他自己主要参与的是 客户与客户端 服务设计 比如说青皇 你现在你要给我下一个什么样子的65奈米的订单 那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 你要什么样的规格 你规格开给我 可是如果你在研发端 你已经开出规格给我 我要把这些部分涉及出来给你 那个部分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说 Intel他也许他看中他小金金很聪明 可是他挖这个阳光磊 目前为止也顶多给他顾问了 因为看他到时候跟季辛格哪个比较 在Intel待得久了 但是我们只能说他为什么担任顾问 技术顾问的部分 我倒觉得他应该好好的去把他的过去背景review一下 如果他在中芯国际半导体 他应该是说他如果很行 他在四大半导体早就发光 结果被并到台积电 在台积电舞台也没有发光 结果他去了中芯半导体 最后他从董事会直接也出来了 请问一下他要到Intel做哪一方面的技术顾问呢 那韦翰我要请教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台积电另外一个对手 除了Intel之外最重要就是三星 因为连张忠谋创办人都认为 台积电真正最大对手是三星 但三星最近做了两个很大的动作 什么很大的动作呢 一个是到美国去做设厂 第二个就是人事上的调整 他在做换人的动作 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李在荣的表弟 南韩新世界集团的老板叫做郑荣正 他的IG上面有65万的粉丝 他竟然会在IG上面说 我讨厌共产党 这是什么样的招啊 这个我们现在讲郑荣正 他虽然是姻亲关系 但人家也是一个大公司 新世界集团 新世界你常去 之前常有机会去韩国的 一定会逛到他们家的百货公司 全韩国最大的百货公司连锁 把窝马都买下来 像韩国现在已经没有窝马 那当然了 这个郑荣正 他是比较朝网红经营 他每天都一定会发一条IG 大家都知道IG应该是网美系的 他就是很重视形象 他就故意拍一个什么信用卡 怎么是红色的啊 我讨厌共产党啊 没有啦 其实是PISA的VIP卡 他用这个方式来带 一连发了五天 连续都发 我讨厌共产党 好 那当然这个操作 就被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新世界集团不用在中国发展吗 还真的不用 还真的不用 因为他在萨德事件的时候 他在中国所有的投资就被挂掉了 跟热天集团一样 因为南韩的前总统 对对对 普景卉时代 他答应美国要部署萨德导弹 对对对对 得罪了中国 所以中国当时就抵制韩国的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还有免税店 都同步撤出了 所以他现在大概心无挂碍了 好 那当然他这个大企业的 当然是跟这个李在龙是有亲戚关系的 但李在龙的确就像刚才讲 最近机场往美国跑 因为他们的美国厂又大又多又积极 很显然他被放出来之后 他知道韩国政府交办给他的任务是什么 也知道自己需要去振兴三星 过去这一段时间的颓势 当然一开始很多人认为说 他可能不会有大动作 不过现在看来 第一 美国设厂的动作 充分符合了美国的需求 当然也对应韩国需求 再来这个当然就成如张中仲同事长讲的 就是这个美国人要追上往 先轮班 先看你们能不能轮班 韩国人就能轮班 所以韩国人的确有可能追上来 虽然三星在半导体部分的市占率 大概只有台积电的三分之一左右了 但是只要他们愿意追 依他们的轮班力 以他的调度的资金能力 还有韩国政府的支持 美国的政府的支持 还是有机会追上 最重要的是李在宏的确开始进行 这个部门的调整 原来三星分在这个电子事业分成三大块 半导体消费手机 他现在把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和手机 合并起来交给了这个韩中心 韩中心原来是做面板 做三星电视的 面板大将 非常成功 让三星也有蛮大的这个技术上面的跃进 好 他把它整合起来 显然是想要把这个议题单纯化 就是不要开那么多战线 因为手机和这个消费电子产品 在将来整合的机率比较高 另外一块呢 就是把半导体交给了庆贵显 那庆贵显原来是做记忆体的 他做Flash的 而且做DRAM 在技术业身上 他也相当有经验 重点是年轻 他相对于之前的这几个 这个前面的几任 是按支排备账下来 他有点跳级 但现在的这个态势 显然是希望找一个 比较年轻的执行长 因为他们现在是两个 分了两个部门之后 两个人担任共同执行长 好 那这个比较年轻的执行长 他就能够跟底下的工程师 去进行某种程度更良好的互动 这代表了也许三星想要再缩短 把公司原本拉得很高的这种 科层层级 把他压得非常的平 另外一种世代交替的概念 对 也有世代交替 也要打破过去 就韩国人最大的问题 就特别重视长幼尔序 那他这个调整 显然把一批老城都挂掉了 把他踢出去 而且都还不知道安排去哪里 现在就先把这些老城踢出去 先让能够打得先上来 好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 还是要看他持续后续的整个计划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人事调整 才刚刚开始起步 我们不太清楚 他们内部企业是否能够磨合上位 但是原则上来讲 外面已经出现了一些 可能是不太好的消息 像是业界传出 好像不太满意 高通不太满意三星的制程表现 觉得他的良率拉不起来 所以他的效能可能要转移 转移部分给台积电 当然过去像苹果电脑 也有这样的做法 大家还要去比喻两家的影片 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那个时候就比出很多的风光 那时候还有消费者指定说 我要买苹果的手机 但我要台积电的晶片 当时就有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高通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呢 目前看来 因为台积电的产能已经全部吃满 它的2024基本上都已经是满的 高通能不能插对插进来 还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还是代表外界对于三星的制程 对它的生产能力 可能还是有一些疑虑的 我们要关切的国际大事 就是美国在抵制北京冬奥的动作 现在你看到的是澳洲加入了这个行列 连荷兰国王都传出来也加入这个行列 是怎么回事呢 等一下告诉你 全球关注 现在12月9号美国所要召开的民主峰会 会不会变成国际上一个站队的表态大会 什么意思呢 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 跟随着美国参与抵制北京的冬奥 官方我的政要就不出席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大失颜面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澳洲跟进了 但听会 我觉得最妙的是 荷兰国王也跟着表态 他有需要吗 对 因为在12月9号是美国召开民主峰会的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这个礼拜一 美国国务院特别发布了这个讯息说 美国决定外交抵制这一次的北京冬季奥运 那这个事情 知识体大的原因是在于说 它是在12月9号的这个民主峰会之前 所发布的 所以有人认为说 这12月9号根本就是要所有其他民主国家 各自表态 是不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你再仔细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过往来讲的话 新疆问题跟这个维吾族的问题 还有香港等等西藏的问题 而造成很多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 都要求抵制这一次的北京冬季奥运 那这个冬季奥运来讲 美国其实本来是不表态的 但是在选择这个时间点上表态之后 其实美国它的用语非常的精准 它用的是外交抵制 它不是用体育抵制这个概念 因为对体育抵制来讲 它毕竟来讲美国不是独裁国家 它不要影响运动员的权利 对 它不要影响运动员 它本身的生涯规划 但是在政治方面 是不是力挺北京 这件事情来讲 美国打个问号 那这时候呢 包含其实日本现在在思考了 因为去年 这个中国本来讲好了说 他的副总理孙春兰 会带团参加这个东京的 这个奥运 结果后来没去 突然间晃点 然后有一个他的体育局的局长 体育署的署长带队去 那体育署署长刚好又是 奥会的 就是中国奥会 中国奥会的本身的这个官员 所以顺理成章 所以现在岸田文雄他也讲一句话 他说我日本如果派一个体育官员 带一个队到北京去 其实也不失礼节 那不失礼节的概念 就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他们高官也不会去参加 北京的冬季奥运了 那这是日本的 然后现在澳洲也表态了 当然澳洲也站在美国这边 立即表态 然后也不参加 所以看起来包含荷兰国王 都说我现在 因为这个 当然就讲一个理由嘛 新冠肺炎或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所以也不方便出席 而这一次北京冬季奥运 其实也蛮可怜的 因为呢 也是用一个泡泡奥运的概念 泡泡奥运 什么叫泡泡奥运呢 就是说第一个 你如果是选手到那边的话 那第一个要说 除了要有所谓的 打预防针的这样的一个 打疫苗 这样的证明之外 另外就是还有隔离21天 21天之后 接下来你这些体育选手呢 都不能到北京的 跟一般民众接触 你也不能逛街 你不能采购 什么都不行 就是说 你所有的体育选手 全部被关在这个所谓的 要办体育比赛的一个场地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他叫做奥运泡泡 因为所有选手都只能在 这泡泡里面 不能到泡泡以外的地方 泡泡以外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观众 可以去观赏体育赛事之外 不开放外国人 进到中国去看体育赛事 等于说这一次的奥运 北京的冬季奥运来讲的话 也没有所谓的外国观众了 也没有外国观众 所以这就形成了 这一次的冬季奥运 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所谓的泡泡奥运 但是因为现在 也很多的国家正在制裁 然后要求自己的选手 自己去打量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 到底要不要参加 交由选手来决定 那我相信在包含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可能也会有跟进的一个效果 包含也会交给我们选手 来决定要不要参加 这个所谓的冬季奥运 对比中国现在被国际抵制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持续在升温 经济部长王美花 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昨天才视讯会议 他们宣布说 要建立一个台美科技贸易 跟投资合作的架构 但在跟这个新闻相关的事件里面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之前才说 他要带队到中国去做访问 结果他现在的亚洲访问行程 要去日本 要去新加坡 要去马来西亚 但是就是跳过中国 所以想请教一下陈恩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在打的是什么算盘 台美之间的交往 已经打破过去任何的限制了 而且不但是如此 他们还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的架构 叫做台美的贸易及投资 科技贸易投资的合作架构 合作架构要特别重视三个大领域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5G 一个是电动车 那么雷蒙多在演讲中间 也特别提到说 他们现在美国的晶片 60%都是靠台湾的进口 那么他自己制造的 过去20年前有制造40% 现在只有在乎12% 那么他的投资也不够 所以他其实现在是抓最大咖 就是台湾 先把台湾确定好 所以上个月才开完 这个伙伴对话 现在又直接跟经济部长对话 并且成立一个新架构 要来做半导体 并且来确定 半导体的供应链是安全的 并且确定半导体 及相关生态领域 他都有兴趣 那么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厂商 是非常的利多 那么三大领域 半导体5G电动车 其实我们很多台商 都已经在美国设厂 包括台积电 包括环球金 联发科 红海 还有茂联 KY等等 他们都已经在台湾 都在美国设厂 所以已经有相当紧密的 合作结构 那么另外就是美国 我们要看美国的布局 为什么美国现在 有这样的转向呢 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国内 国内他其实就 大幅地做这个基础 建设的法案 其中有一个大项目 就是要弥补数位落差 让每一个美国人 都有高速网络可以用 那么因此呢 他去这个得到这个设备 得到晶片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花了很大的投资 每一个州都可以分到 一亿美元的这个基础 建设还有其他相关产业 所以他国内要去 弥补数位落差 他在区域之间 他宣布呢 他暂时不会加入CPTPP 他要做的是印太经济架构 也就是他要抓关键的产业 包括基础建设 半导体 还有供应链等等 所以呢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现在跳过中国 他下个月 先抓好台湾以后 雷蒙多下个月访 这个访东亚 就是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日本 所以他去跟他的伙伴 去在这个关键产业的布局上面 去做一个安全性 让供应链可以安全无余 所以对于雷蒙多来讲 现在美国基础建设 他要投入的1.2兆美金的预算 他认为在这里面可以投资的 他要排除中国 他要跟印太地区的厂商合作 对我们是要补助一下 他其中除了这个数位落差以外 还有就是晶片法案 他们想要通过晶片法案 他要透过投资 要透过520亿的投资 然后呢 去让所有的这个 他的供应链 可以有一些厂商 到美国去投资设厂 那么最近不是在吵说 谁可以领补助的事情吗 就是这个 英特尔的基辛格说呢 台积电不要领 但是现在呢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 罗伊秘书长特别说呢 半导体公司 其实大家都是国际公司 所以从这个设备商 到这个材料商 到晶片制造商 其实不要分逆委 就是说他其实在 为台积电讲话 所以未来还有更多的投资 就是在晶片上面 会有补助 广告我回来带你看一个 非常特殊的画面 中国式民主 竟然让20名的城管人员 去抢一个老农夫 抢甘蔗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等一下告诉你 中国才发表他的民主白皮书 结果现在看到中国的画面 什么画面呢 20名的城管人员 居然去抢一个老农夫 在中国的江苏南通 发生一起抢甘蔗事件 这个抢甘蔗事件 就是一个老农夫骑车卖甘蔗 结果发生20名的穿制服的壮汉 团团围住他 抢走了甘蔗 所以伟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的城管 比流氓还夸张 的确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江苏南通 南通位于江苏的 长江的北岸 台湾有位圣言法师 他其实就是江苏南通出身的 南通当然他的地域非常的广阔 这个是发生在他比较靠东边 所谓海门区三星镇这个地方 不过当时的这位老先生 他其实不是海门这边的人 他是从另外的地方 自己种了甘蔗 骑车经过 重点是经过 他还没有要下来卖 他是在大街上被城管拦下来 城管直接下来二几个人 直接就把老先生的甘蔗全搬走了 好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呢 先来说明城管这个角色 中国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除了编制内的警力 武警 就公安 武警之外还有所谓外包给企业 这个类似像我们的保全的放大版 就是所谓的城管 他们会去管理市隆 交给他管理市隆 这个定义就非常的浮泛 所以像这位老先生 他是骑脚踏车经过 这个城管就说 你要这个在这边卖甘蔗 你还乱随地乱丢这甘蔗皮 我就把你所有的甘蔗都没收 好当地南通城管出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 之前有去摔烂老太太把老太太过肩摔 引起网路上的乐意 那这一次这个老先生事件 被人刚好拍下来立刻上传之后 因为他是城管 所以上面还来不及山 很快就广传了 广传之后大家纷纷站出来 强调说我也是 我只是我放在我店面前面的一盆花 放了稍微出去一点 也被城管没收了 只要超出他们设定的边界 他们就给他全部没收 你给他收头都算了 你要反抗还被他打一顿 当然这个事情出去之后 这个老先生的家里的人 也出来喊冤 好很快的南通市政府知道 民怨烧起来 立刻跑去拜访这个老先生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弄错了 还把所有的甘蔗都还给他 好那当然这些事情 算是暂时落幕了 不过中国城管过度濫权的问题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还是 中共民情爆发的一个焦点 所以他的城管得一致